日前在六国乡公所开设计自来自共最健康第一期用途结构 以及第二期健康工庭政党电风承评会 李维护修华六国乡丘区务兵兵兵的委员来到自来自公司 以及关乎港部署讨论工庭的政党 关乎会议第二期工庭在今年期会来完成挑水在用地 以及第一岸传冰国报告 日前在六国乡公所开设计自来自主公算 第一期用途结构 和第二期自来自主公算的工庭政党 第凡刷民会 李华维护修华六国乡丘区务兵 南岛官员网恩党红网红水厨丁的贵宾都来参加 自来自公司以及关乎港部署讨论工庭的政党 六国的方言和莱雅 等级过就没有自来自作用的日子 透过李维护修华多出的帮忙 顺利方水里数来进出六千多万 完成第一期的工庭经费 在100公佩年已经完成的输用 目前已经有100多年才能输用 因为我们六国乡这边都参加的很多 所以无论是在我们用地的出地 或是在加压战德规划相关的 这些技术面都受到很大的挑战 那县政府这边也一一来克服 那么我们现在也希望说 就这个二期的工程来继续向中央来争取经费 那么目前呢 乡亲关心二期的 还有一些管线的工程 还有包括加压战 是不是有一些地质冲动的问题 这个这些的工作 县政府预计在年底能够来完成 没有这些技术面的问题可以克服之后呢 那么剩下经费呢 我们就来向这个中央来争取二期 让我们整个在陆古乡的乡亲呢 可以用水方面呢 可以说是没有这个后顾之忧 另外有关方言主任最终讲算 第二期三个所在加压战的拥抵 尼违国小华车广乎 今年再来完成第二期的调查 跟完成安全冰国的锣标作业 看起来办理土地盘用 让自来水公司的档来进行 第二期的工程库 到所没有自来水地区的机民 让他们知道你能在这里清洗的水管 后期的这个整个自来水管线的规划施工 是由自来水公司的来进行 来施工跟规划 他们也承诺说会尽速的来做规划跟施工 这样提出规划跟施工的这个报告 跟水利署争取经费 总共的经费大概需要六千万 委员的部分也承诺说会帮我们协助来增弃 原管的部分没办法 是今年的部分自来水原管的部分 会来增弃经费 今年会完成的就是 那个汽水主持的这个用地 拨用跟地质安全评估报告 今年年底之前也会完成的部分 第二期出来水公司的几位 是由出来水公司来进行四天几位 但是因为六国山普带很多 时间尽管需要做地质的并股 如果可以竭合各种的困难 留意口修法的劳力来尽出经费 为民众继续改革问题 另外港部处付出都表示 自来水的部分今年没办法来完成 但是今年底会来完成 出水底的用地 跟地质安全的并股报告 记者 国家庭长报告